正手接杀有什么技巧呢 正手接杀最好的技巧 就是锁 把你手腕这个东西锁住 把你手臂 看手腕这个地方锁住 不要让它去像撅手腕一样 这么去做 哎球拍稍微握的 可以往球拍稍微往右转一点 做这种拧的动作 你看 这手腕是横着动的 这是拧瓶盖的动作 从准备开始 球拍不要从下往上抬 你不要跟我说林丹 我知道林丹可以这么接 你学不了单哥 咱们准备好 这球杀的你最好 你最稳定的什么 你人稍微往这边一转 走和大 就走这个位置 大臂和小臂不要出现这种屈身 越出现越不稳 大臂尽量少做这种抬降的动作 手臂就基本稳定了 我只需要 往这边稍微转一点 看 手腕 这么往里做一个拧瓶盖的动作 好 那这样的动作相对来说 它就比较稳定 更容易打着 你打到一个高手之后 你随便接 你想怎么接 就可以这么接 你已经都反手了 都可以拿正手机 来 你刹我两番来 对吧 锁住 这是个坏球 你看 是接杀动的 就是简单就好 越简单越好 你看我给你做一个错误的 你看你这一抬 明显这一兜大臂 这时间就多了 那当时为什么可以啊 你耽搁人家这手掌 抬起来就是球 你要能做到你就能 不行了 对吧 来 你帮我反手杀 我拿正手机 哇 这单纯的够不着 我没想到你打这么远 你熟练了 你这么接都可以 你熟练了 你怎么接都可以 咱们就说最简单 最高效 收率最低的怎么接 肯定被修了 杀修跟放屁一样 对 咱们就说球友 这个怎么做啊 咱们就说球友